阿顺有主意 如果他获胜的话 我觉得是因为明顺他本身就很有魅力 每一集他都邀请不同的朋友 来到他的港澳的小屋子 然后做菜给他们吃 然后每一集他跟朋友们的这些接触 交流都蛮温馨的 这两个节目不太一样 阿顺的方式比他不太一样 他更加的亲民 就好像真的朋友之间那些交谈 我觉得很多时候有做出自己一个风格 就是最好的 肯定是有他收还你的地方才会有第二系列 那么我觉得整个拍摄跟以前比较起来 是一样辛苦 因为要帮助到很多那些不太会收视的朋友 能够帮他们收视好整个家 对我们讲是最大的满足 拿不拿奖 听天由命 红星大奖2023最佳综艺节目 入围的有陪你看星星 那么我们就玩游戏好不好 这个游戏叫做真心话大冒险 阿顺有主意 我感觉天使就在你身后 是吗 全听你说三 可是你从小到大就一直很努力地在这一方面 没有人会听你说给我个机会 没有人会听的 因为这个我觉得在这个行业跟这个圈子 你坐给人家看 人家才会觉得原来你可以 加减陈储二 我的家综艺变得这么漂亮 带我们到外空去了 三把头 今天我会做的是一大地毯 来吧 宝贝 我认为师傅是Erik 我先做这个肉丸 有时间我去炒那个芭蕾 没有时间我就不要炒那个芭蕾 最佳综艺节目是 阿顺有主意 恭喜 这时候把团队请到舞台上 谢谢评委给予我们的这份荣誉 也谢谢明顺 很高兴第二次去采华航艺出新秀之后 能够再跟他合作 能够一起呈现这样一个顺风顺水顺势 里面组出风调雨顺的佳肴 这是能够有在雾明岛制作这个存苦 跟让大家有那种怀旧情怀的一个节目 是非常开心的 感谢大家 我们在岛上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 完成拍摄 这些瞬间呢 我们在经历的时候不觉得特别 但是回想时呢 却刻骨铭心 谢谢阿顺有主意 给我们留下这些美好的回忆 谢谢 谢谢君 谢谢国安联 再次恭喜阿顺有主意